祝你平安 我们非常感谢神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谢谢贵教会对我跟师母 在过去几年来宣教施工上 同工支持关怀祷告 所以非常感谢神 在我开始讲道之前 我先请大家做一些事情 或者知道有一些事情报告一下 第一件事情 请你用最真诚的微笑 向旁边的人笑一下 好 感谢神 这个微笑有传染力的 所以希望大家微笑身体健康 那么就给更多人彼此鼓励激励 使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虽然有不同的困难 但是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得胜 第二件事情我稍微介绍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教会有书记 书记里面有卖我一些书 那么所以他们交代我说 牧师好不好你起一提 大墨菲萨书记里面是有 那古老为强 就是赵长老说 他有一些 那么他今天也是会给一些人 我不知道给谁 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跟教会问一下 那么最近我出了一本叫做 《放眼地集》 《放眼地集》我稍微介绍一下 我们2015年在非洲的礼拜堂被火烧 我们住家也被烧 那么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很多受逼迫 所以礼拜堂被烧之后 2017年两年后 我们新的礼拜堂建好 所以我回到非洲 我回到新堂 就是庆典就回去 第二是我回到我们教会的传道人 做了15年 为他案例做牧师 所以两件事情回去 所以那一天我们主路崇拜 就是2017年1月15号 礼拜天早上9点崇拜 就非常感谢神 神在当中做了很奇妙的工作 就是很多穆斯林 来参加我们的崇拜 参加我们的县堂里 他们在想一想 我两年前我们把你礼拜堂烧掉 你们没有憎恨 没有怪我们 也没有对我们态度不一样 好像还继续愿意为我们祝福 跟我们做朋友 他们心中有很多不明白 他想来礼拜堂看看 到底有什么秘诀 所以他们那天礼拜天 我是坐在讲台 因为按摩团在讲台 还有其他牧师 那天是我讲道 所以我坐在讲台 那么九点钟的时候 崇拜又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部分的人 在礼拜堂里面都是穆斯林 我看下去很少基督徒 因为基督徒没地方做了 我们基督徒没有迟到 我们非洲的教会很准时的 没有迟到 但是穆斯林就比你早半个小时 所以他来的时候 我们只好请他们先坐 所以礼拜堂几乎坐满了穆斯林 所以那天我坐在讲台上面 我心中就很焦急 因为20分钟讲道 讲法国话 翻译一个当地语言 所以实际上我只有10分钟 11分钟的范围 我就心里面想 这个讲章本来我是对教会的基督徒讲的 现在基督徒没有几个 都是穆斯林 那么现在我要讲什么呢 所以我就在祷告 那么前面就有不同的节目 所以就非常好 师班那天我特别地感谢他们 因为他们唱了15分钟 所以给我多一点时间来预备讲章 所以我这本书就是我那一天的讲章 那一天的讲章 神给我一个信息 题目叫做 圣经怎么讲 古兰经怎么阿妹 有没有听过这个讲章 没有 我把我的讲章就写在这一本书里面 前面的部分 我带了几本书来 但是如果谁要的话 你可以接触我一下 那么另外两本是在这边有的 所以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今天讲完到 会给大家回应神的信息的时间 所谓回应呢 我要大家你愿站起来来表示说 神我在这里 我愿意 就是顺夫 你差遣我 我愿意顺夫 如果你愿意的话 等一下讲完道的时候 你就站起来在神的面前立志 那我讲道 无论是步道会 无论是什么聚会 我从来不多呼召的 我先讲清楚 因为这个呢 大家听到的时候 就求圣灵预备我们的心 就不要看讲人讲的激动不激动 情绪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论到我流眼泪 然后才站起来 那我不来这一套的 我相信圣灵自己的工作 那我是跟陈静惠牧师学的 因为陈静惠牧师呢 每一次开什么聚会 他只问一次 有没有人愿意信主 没有 没有好 接受祷告 有的时候一些教会 不请他做 开步道会 因为呢 他都不问第二次 后来我问陈牧师 他就讲了 我就觉得有道理 他说 弟兄啊 不是讲员呼召人 是神呼召人 不是 那些人站起来 不是为讲员站起来 是为神站起来 所以你不要 啰哩啰嗦 就愿意讲到15分钟 呼召20分钟 那使人家都回不了家 因为呢 你觉得站起来很不够多 所以说 再给你一次机会 再给你一次机会 讲到半个小时 那么终于有五个人站起来 那么你说好 我们接受祷告 他说我们 我们做侍奉神 能不来这一套 所以呢 这个就先跟大家讲好 好 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 是在 马太福音24章 那马太福音24章呢 我们没有 我讲到没有powerpoint 因为跟戴基祖牧师一起 就很好玩 戴基祖牧师 常常没有讲 弟兄啊 你没有power 也没有point 你就不用powerpoint好不好 那我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我始终在神学院的时候 老师就说 你这个同学 你什么都好 你讲到不行 为什么讲到不行 因为我不写奖章 他说 我怎么打分数呢 这个不能够打分数 但我如果不讲奖章 我不是乱讲 我就决定每一次讲一个信息 one point 所以如果是one point 就不要大纲 对不对 所以我每一次只有一个point 所以我讲到的时候 无论想十分钟 五分钟 半个小时 四十五分钟 一个小时 我就是一个point 就是一直研究那个point来讲 所以如果你有圣经 或者手机 你可以打开 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24章的第三节开始 有打出来 谢谢 来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 耶稣在橄榄山上作绝 门徒暗暗地来说 请告诉我们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 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要谨慎 免得有人迷惑你们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 说我是基督 并且要迷惑许多人 你们也要听见打战和打战的风声 主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 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时人又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 被万民恨恶 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 也彼此陷害 彼此恨恶 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 迷惑多人 只因不乏的事争夺 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 唯有人爱到底必然得救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我们一起祷告 求神引导我们来思想 明白他的话语 天父上帝 谢谢主 当门徒们问耶稣一个问题的时候 耶稣就很清楚地教导 我们今天愿意明白你的教导 求主向我们讲话 圣灵在我们心中摸着我们的心 以致我们听一篇道 我们的生命就得到改变 我们就开始明白 神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有你的计划 就让你的计划 今天显明 使我们在这个世界 能够按着神自己的带领 神的计划 来过一生 逃神喜悦 感恩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我们今天谈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一个问题 就是门徒们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门徒们要问耶稣一些问题 如果我们今天做基督徒 我们很清楚知道 耶稣在我们的家庭 在我们的身边 在我们的教会 你会想一想 你说我想问耶稣什么 因为我们人生当中有太多 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们有太多的问题 本身就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我们可能是跟人的关系 可能儿女有一些开始不是很爱主 可能教会当中有一些事情需要祷告 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你会发现 唯一的答案在耶稣基督那一边 所以你有没有习惯性 回到耶稣基督那一边 来问他 说主耶稣帮助我 因为我现在想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门徒们问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 所以第三节说 耶稣在嘎揽山山作诀的时候 门徒就问耶稣说 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 所以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门徒们是问 说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 有什么预兆 所以门徒们想知道 你说为什么门徒们又问这个问题了 门徒们大概就想一想 如果我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来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灭亡 我就知道我怎么面对今天的社会 我们就会面对我现在的生活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 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会来 甚至不相信耶稣基督会回来 那我们的生活就不大一样了 为什么呢 因为 我喜欢 我希望我梦想的东西 我就尽量去争取 但是如果 耶稣跟你讲说 弟兄姐妹 我下个星期回来 你开始不一样了 就想说你爸爸打电话来 妈妈打电话来 说我下个星期来你家住 那又开始最少要预备床铺 又要开始预备一些东西 对不对 就说你有所准备 所以这个信息本身呢 是一个time frame的问题 就是说 在我们今天做基督徒 跟耶稣基督再回来之间 我们怎么准备我们自己 来回应神 做神 用我们做的基督徒 应该怎么样生活 所以弟兄姐妹们 这个time frame本身 就是耶稣基督 在透过这个经文里面 就跟他们讲说 你看到什么 你听到什么 你就要做心理准备 因为世界的末了 耶稣基督再来 就在这个提醒的范围当中 我们做好准备 警醒等候耶稣再来 这个就是变成 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所以这个经文里面 当门徒们这样问耶稣的时候 第四节的经文 耶稣就回答了 说你们要谨慎 因为将来有许多人 要迷惑你们 因为他们要骂我的名 说我是基督 要迷惑许多人 所以耶稣跟他们提的 第一件事情 就是宗教信仰的问题 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 宗教信仰 我们的信仰上面的 纯正度是多少 那所谓纯正度是多少 一般上从理性 比如说相信三位一体 相信耶稣基督是神 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那么相信圣灵 那么相信圣经是五五 那么我们这些 在理性上都知道 理性上都知道的人 都不一定能够可以坚持 世界上某一些的试探引诱 有的人过关 有的人不过关 不过关的人就是说 理性上你是有 但是实际经验上 或者说你的灵命本身的提升 那个程度不够 你能够应付一些范围的 基督徒 就是世界的问题 有一些就不能够应付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讲说 宗教信仰的问题的时候 多少人你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看到有一些问题 有关宗教的 然后你又问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真的不大明白 那么你问说 法人公是什么 那么你也想去了解一下 你问天主教 不会得救吗 那么你也是想问这些问题 你有想说 这个非洲的黑人 因为我跑到非洲 十四个国家 所以我就听黑人讲道 无论是电视还是什么 听他们讲道的时候 黑人就讲说 这个早期的耶稣基督 是犹太人 后期的是百人 我们听福音都是从百人 宣教的时候来 所以百人 他们就说 现在应该轮到黑人做基督 那你听的时候 现在轮到黑人做 那到底什么意思呢 你会发现 你如果少为注意一下这个世界 发生了什么事情 人家在谈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说同学们 我们一起祷告 你发现有很大的反应了 为什么你在学校的时候 你是同学也好 是老师也好 你讲了一些说 我是相信耶稣的 只有耶稣才是救主 你发现有很大的反应 为什么会有这些事情呢 所以你知道说 这个世界对于宗教信仰 怎么了 耶稣就跟我们讲说 这个怎么了 不用给答案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历史以来 这个问题都存在 从旧约时代 拜不同的神 你知道有离神 去敬拜其他的 那么就用其他的神 代替我们的神 是圣经里面 不断重复又重复 出现的一个主题 所以耶稣说 你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可以去问为什么 你可以去查考 为什么盲门教的人 会不会得救呢 他们相信的是什么 你可以去查考 但是耶稣回答门徒的问题 的重点就是 你看见的时候 你就提醒自己 这就是一个预兆 这就是一个预兆 你明白多少 不明白多少 但是那个预兆 本身就显出来 耶稣说 第一个预兆 就在宗教信仰上面 所以如果你看的时候 他说第二件事情 就第六节那边 你们也有听见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那么你说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这个世界 什么时候大概都有 大战小战 大战争小战争 那么小的就在家庭里面 吵吵闹闹 有一些人拿刀出来 有战争 这个民族与民族 逐渐的问题 你想一想 非洲和鲁湾达这些地方 一打价的时候 两边的国家的教会的长老 就拿刀出来杀对方 你说这个怎么了 这个怎么我们的信仰 本身不能够承受 这个所谓摩擦 到一个地步 我们放弃 我们是基督徒的样式 身份去拿刀杀别人 你说 这个我们到底是什么事情 最大打仗的事情 这从内心当中的打仗 从我们周围之间 面对的问题 那么吵吵闹闹 不能接纳 然后到了真正动 动枪动 到了那种情况 那个多的是了 耶稣基督提醒我们什么 提醒我们说 你做基督徒了 请记住 我们这一些问题本身 可能根很深 可能很复杂 耶稣基督说 我不是在这里有解释 答案是什么 我在这里有解释 你看到打仗的时候 你立刻回到神的面前 说神我看见欲笑 所以你提醒我 你要回来日子敬 我要预备我的心 怎么样来服侍主 回应主 那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从这个第六节说 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那么第七节说 民要攻打民国 要攻打国 你知道有民间的战争 有国际的战争 那么圣经明讲了 这个都是灾难的起头 所谓灾难的起头 就是还没有立刻 耶稣基督再来 意思就是说 给门徒们讲说 你看到这些的时候 你还有机会 好好服侍 还有很多机会 把福音传出去 这个是一个 那么到了 第七节的时候 民要攻打民国 要攻打国 我先认那一句 多处必有 饥荒地震 那饥荒呢 就是天灾 但是天灾 很多的时候是人祸 人瘾起来的 人瘾起来的 那么这个世界 这些问题 很多时候也没有办法 有解决的方案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人做生意 把世界上好的树都砍了 那我承认我们的民族有错了 因为我这个籍贯的人 由中国大陆出来了 我们到世界各地去扛树 赚很多钱了 有的时候我就说 这个赚钱 扛很多树之后 很多地方都变成沙漠了 或者说天气改变了 那你说这个怎么办呢 那我们今天耶稣基督在这里 他不讲这个问题 他就说 饥荒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在非洲的时候 就是大概农作物 在沙漠种东西 然后农作物大概就是说 你种鸟之后 能够吃到半年 半六个月到八个月之间 收成好的话 可以吃到十个月 就是总是每一年都有一个时间 可能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就饥荒 什么叫做饥荒呢 你看 我们去到非洲乡下去 拜访的时候 跟他们黑人传福音的时候 那么黑人就很热情 你来一定请你吃饭了 你发现他没有菜了 没有肉了 什么都没有 然后呢 为了使摆放有一点颜色呢 他们开始拿一把刀去割树皮 然后拿来煮 那你想一想 这个叫做饥荒 我说我这个世界上 有多少个地方 有这样的饥荒 我们在那边十多年的时间 基本上 政府也懒惰地讲 我们国家有饥荒 因为每一年都有 那讲的时候 什么讲呢 当地的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就是这种的情形 那么你说我们 中国早期有没有这样的 曾经有饥荒的历史 也是有啊 我们世界有一些地方有饥荒 有的时候是蝗虫来了 全部种的东西都吃荒了 那么你一年的生产 本来就靠那几个月 就给它吃完了 没有了 所以饥荒的事情呢 很多很多不同的原因 那么战争引起的饥荒也是有 因为大家都去打仗了 那么被杀死了很多是难的 难的之后 没有难的下田工作 就没有生产 没有生产就不够吃 不够吃就饥荒 所以你知道很多事情很复杂 耶稣基督在这里 就让我们知道 这个饥荒的事情 只有我们关怀这个世界的情形 你就会看见有饥荒 所以有的时候 我在美国幕会的时候 有一些妈妈就说 哎呀我这个孩子 真的是不听话 为什么不听话呢 我煮什么好吃的 她都有话讲 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我今天煮鸡腿 她说我今天要牛肉 那煮了牛肉 她说我要虾 那你也知道说 这个孩子怎么了 所以孩子们 她妈妈的父母亲 就说 把牧师把我孩子 带去非洲一趟 给他们去那边看看 有机会吃一点树皮的话 也不错 就让他们知道一些 爸爸妈妈煮的东西好吃 所以有一些是这种情况 那孩子们听得很天真 十几岁的孩子说 牧师带我们去 我去我去我去 好多人报名 那最后没有办法去 为什么呢 父母亲舍不得孩子们 吃树皮啊 她说 什么带我们孩子去 中热疾病怎么办 因为我们最凉的天气 是一百度 那么如果孩子生病怎么办 甚至有生命危险怎么办 你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 我们其实这个世界上 有的时候不去想他们 也不敢想他们 就是说 这个现今是什么时代 还有这样饥荒的事情 那饥荒之后 就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贫富的问题 比如说有钱没钱 你知道我们做宣教师 到那边去的时候 那个黑人就觉得 你们是很有钱 而且是百万富 千万富 就怨不完的钱 那你跟他讲说 我们做宣教师 也没有很高的收入 他说你能够坐飞机来 就已经是很有钱 的确是 他们连飞机都没看过 你可以坐飞机来 肯定很有钱 那么这些人 你说什么 就叫贫穷 如果你到你今天礼拜天 你要进你的环境 就挂衣服的地方 衣橱那个地方 你想一想 我穿那一件衣服 如果你有这个想法 你就是富有的人 如果只有一件 你没有这个想法 你就那一件拿下来 穿了就来 下个礼拜又穿那一件又来 再下礼拜又穿那一件又来 那个就开始进入到比较平权的一个角度 那一段 所以我们今天对这个世界明白多少 所以耶稣为什么把饥荒提出来呢 就让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的人 我们为我们现今所有的来感恩 在福气当中我们来感谢主 不要埋怨 但是我们要想到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 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心就开始为他们祷告 就开始关心他们说 我们可以为他们做什么 你想一想阿富汗那名牌 来到你们那附近的时候 他们真的语言没有 那么富人家很多没有读书的 那么孩子们又不会讲英文 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想说 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 甚至做一点点事情 那你可能就关心他们一下 可能就说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 那不同的事情都可以做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耶稣在这里提出饥荒地震的事情 天灾人祸的事情 耶稣基督要我们做一个 关怀世界的基督徒 不是贪爱世界 是关怀世界 关怀世界就是说 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 我都明白 你想一想中国大陆里面 我们住在大城市 一线城市二线城市 我们不大不大知道 在乡下的有一些还是相当贫穷的 我过去每一年都带丝绸之路了 那么前几年赵长老爷报名要去了 后来就Covid出现了 后来不能去了 就是说你看带着他们到新疆 某一些地方的时候 就没有车所 那么汉车 那个味道很浓很浓 你说中国人就说 哇 这样的地方以后不要来了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住那样的地方 意思说世界上从需要的角度来讲 我们如果说我们怎么等候耶稣基督来讲 耶稣基督说你看到这些人的需要 给你什么一个提醒 给你一个怎么样的心准备 耶稣基督再来 然后你就 耶稣来的时候 你跟耶稣讲说 耶稣你的教导我都看见 而且我有实弹的回应 你怎么准备自己来面对 耶稣基督再来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第三方面 第一就是宗教的 第二是打仗的事情 第三就是天灾冷博的事情 第四是什么呢 基督徒受逼迫了 基督徒受逼迫 有多少人关心这件事情 比如说你上电脑 online去查一下 就是Perssecuted Church 或者说这一方面的资料 你查一下 2022年有多少基督徒受逼迫 被杀或者关进阶牢 或者各方面的情况 你如果稍微关心一下 你就发现 我最近这几年 没有去查这个资料 因为每一次查的时候 我心中是非常疼痛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最后一次查的时候 又想说 平均每一年都超过 三万的基督徒受逼迫 被杀 或者是被关进阶牢 每一年 那我心里面想说 哇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 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基督徒受逼迫 被杀害 然后呢 有不同不同的事情发生 不发的事情发生 这个不发的事情发生 因为没有答案的缘 过很多基督徒 心中就灰心了 冷淡了 向上帝祷告 他也不听 我现在这么多问题 祷告耶稣 耶稣好像也不听 那心中就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怎么来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信心就冷淡 信心就冷淡 所以耶稣基督徒13节就讲说 忍耐到底的怎样 必然得救 那么你说 耶稣你叫我们忍耐 这个忍耐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那我本身就觉得 这个忍耐 耶稣基督叫我们 积极忍耐 还是消极的忍耐 消极忍耐就是说 好反正什么都做不了 反正也不能改变什么 好啊就 就顺命嘛 就是说认了 这种事情怎么发生 就怎么发生 那么你就说 这种情况呢 你负面的忍耐的话 你比较就是开始消极 开始没有办法 就是使我们真的预备 我们的心迎接耶稣基督再来 所以耶稣基督呢 在门徒们的问号里面 他的答案在什么地方 他答案不在13节说要忍耐 他答案是在第14节里面 又积极地回应 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 向万民做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门徒问说 什么时候末期来到 耶稣说 然后末期才来到 前面就讲 把福音传到世界各地去 那个就是基督徒们 应该有的本分 我们积极去做 不是躲在家里面说 哎呀这个世界 你看这个政府 你看这个政治 你看什么败坏的事情 你看这些人不道德的事情 我们天天看这些的事情 心里面就想说 天哪 这个怎么忍受得了啊 耶稣基督快快来 不然的话这个世界 怎么活下去啊 我们其实呢 你可以从比较消极 可以说 哎呀这个为什么这么苦啊 那你转到积极的 那积极的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说 你把这个天国的福音 要传出去 为什么呢 神爱世人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示给我们 那么大家都很熟悉这个话 那么你说这个话 对于我准备心 怎么样来明白 神爱世人 怎么样在这个有限的时间 就现今到耶稣基督 再回来中间 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时间 可长可短 这个时间没有人知道 耶稣基督没有跟我们讲 但是我们怎么预备心 把福音传出去呢 而且耶稣基督在这里讲说 你要向万民做见证 那个万民本身呢 原文里面不是讲 自己同胞很多人的意思 它不是讲很多人的意思 不是讲一万个人 或者一百万人 它不是讲这个 它是讲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民族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说 教会又做拆传的工作 宣教的工作 个别又参与的话 你说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 identify 就是认的一个民族 他们没有听到福音 他们没有圣经 没有传到来 没有教会 那么基督徒很少 没有机会听到福音 如果没有人愿意去的话 他们可能就没有机会 听到福音 就离开世界 那这种情形呢 是我们的神 很关心的事情 我们的神呢 就是关心说 所有的人 都是神所创造的 那么我跟你今天 能够蒙恩 是因为有人愿意 离山别井告诉我们 所以我们是不是 愿意去到这些民族当中 把福音传给他们 不是讲说 你要带很多人信耶稣 乃是说 你要去到很多不同的民族当中 使不同的民族的人 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那这就是我跟师母 做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们跑到非洲去 就选定了一个民族 没有圣经方译好的 那没有传到人 也没有礼拜堂 教堂 就什么都没有 那么呢 我们就去到他们当中 学他们语言 就发现 这个民族呢 很少人去跟他们传福音 不是没有原因的 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字 这没有文字 学语言是很困难的 为什么 你要问他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你每一个听的时候 你把它写下来 罗马拼音写下来 然后呢 你就问多几个人 就发现有一些人呢 他讲法又不大一样 就不知道这个字是什么 所以连一张桌子 都要花几天 才能够知道 怎么讲桌子 所以你知道啊 这个时间拖了长了 拖了长 然后你还要把这个字 拿回去教他们读 因为不然的话呢 你写下来说 耶稣爱你 比如说我们这几个字写了 那他给他 他不会读 因为他没有文字 没有受过教育 很多的是这种的情形 所以弟兄姐妹啊 这个像一个民族传福音 其实耶稣基督讲的时候 是公元 大概是三十年 三十多年的世界 那么他如果那个时候 讲的教会 都完全接纳 听耶稣的话 就我们福音的工作 向不同的民族去做 你知道那一种的结果是什么 那一种的结果呢 今天世界上不应该有民族 被称为unreached people group 不应该有还未听闻福音的族群 我不是说每一个族群都很多人信耶稣 我就是说最少有宣教士 有福音传到那个民族 愿他们的话 使他们听到福音 让他们能够完整听到福音 他有信没有信呢 其实不是耶稣基督 给我们使命里面的一个重点 使命里面的重点是 他们需要听到福音 他们需要听到福音的意思是说 你跟我需要去到他们当中 所以大家明白 因为我在非洲的时候 你知道我到非洲的时候 已经是被当地人称为长辈了 所谓是长辈呢 因为我36岁了嘛 36岁就长辈 为什么称为长辈呢 因为他们的人平均岁数只有45岁 所以你到36岁 你都不生现在9年时间 9年时间呢 所以当地的人就说 这个长辈了 没有几年再活了 你又尊敬他 所以小孩子呢 如果我手上拿东西 他就立刻把我手上的东西 拿了放在我门口 你没有叫他的 他叫做尊敬长辈 很可惜他们不太尊敬你的 所以师母比较辛苦 他上街买东西 一大栏走在沙漠上面 他们都不觉得要帮师母拿 那我就不好意思嘛 因为如果我拿的话 当地人就会对师母 有一点不开心 那怎么叫你先生拿东西呢 我在家里面帮忙师母洗碗的时候 基督徒都骂我们了 不是说骂我 是骂师父 说你这个做太太 这么不懂的做太太 怎么可以叫她洗碗 这个天啊 这个事情呢 你说我们 我们这个生活里面 有的时候气得 就没办法做事情 你说还什么果效 所以有的时候 讲果效的时候 我就说神 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来这里做什么 传福音的时候 有人有兴趣 后来又没有兴趣 后来有人说我要信主 后来他又变成穆斯林 又回去做穆斯林 你心里面想说 这个工作怎么做 所以我就非常不容易的时候 我就发现 神是怎么看的这件事情呢 所以我就回到圣经 说神怎么记载 也不让你一生 那神记载也不让你一生 就是说有记下来的东西 就是有真理 有教导分量 那个分量在当中 没有意义的 没有必要的 神就不记了 因为圣经不能什么都记 尤其这么厚了 那我读的时候 就发现也不让 神没有写过任何一次 他跟人家传福音 带人家相信上帝 没有什么了 他没有成绩的 没有结果的 那就是说没有结果的话 你发现这个问题大了 如果神呼召也不让 然后称他为 有信心之父 然后就说亚伯罕 我这件事情不能够不跟你讲 他这么爱亚伯罕 他这么 就是觉得亚伯罕 是最好的一个门徒 或者说相信神 既然没有记载他 有没有建立过教会 既然也没有看到他 带领福音小组 既然也没有看到他 传福音的策略 我心里面想 那上帝你要什么 我就发现 上帝要的是顺福的心 那果效多跟少是神的事情 不是你跟我的事情 因为如果是你跟我的事情 我们就夸口 或者说你看 我到什么地方去 我带了多少人 信耶稣 建立了什么教会 你看我多本事 上帝不来这一套 上帝说我的荣耀 不给人家分享 所以你发现 忠心传福音 忠心顺服神 是我们的责任 有没有结果 是圣灵的工作 是神要负责的部分 那你开始明白的时候 你就发现一个问题 哎呀 做宣教师真好 因为第一 你愿意继续努力 忠心做 但是没有压力 那么我的事工是 就是动员人家 做宣教工作 那动员人家 做宣教工作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困难 在什么地方 比如说我们当中 有人要做宣教师 你跟五家来申请 宣教部来申请 说我要做宣教师 那五家要讨论 说要不要接纳你 好不好 后来你就出发了 你到了一个地方 去做宣教师 那五家那边呢 就是说你每两三个月 就报告一下 写一下你的代导信 报告一下你的事工 好 那么你报告了一年 两年 三年 拆床部 宣道部就开会谈说 这个某某姐妹 还是某某弟兄 好像工作都没有果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也没有讲说 带几个人信耶稣 他也没有讲说 他有固定的聚会 那么这个宣教师 好像没有果效 那我们要不要支持他 你知道吗 我跟师母 1990年开始 做宣教师 1990年开始 就是有不同教会 支持我们 因为我们是信心才会 意思说不是教会 出钱 就是说不同的 爱主的弟兄姐妹 教会来奉献给我们 那我们做了 差不多四十年 中间有十年 牧会所以就没有 不需要这些钱 那你会知道 压力有多大吗 如果你到宣教工厂 两年 三年 那么教会支持你的 问你说 你现在教会多大了 你回头看一下 没有基督徒啊 然后他问你 教会多大 你怎么回答 你诚实回答 可能就没有人支持你了 因为他们说 你去了这么多年 都没有果效的话 你是失败的嘛 对我最近几年来讲 我就是召集地训练 那么我们请教会的领袖 一个小组 那么宣教师一个小组 我就问他们说 什么就是成功 所以宣教师讲的一套 跟教会的讲的一套 完全不一样 教会讲的一套 就是说 你如果去了六个月 没有报告好的果效的话 大概就是怀疑你 神也没有呼召你 那么如果三年没有果效的话 肯定我们不支持了 这个是教会 一般上教会的看法 我说我是特定 指定这一群人 有个特殊的背景 那么宣教师们认为说 我三年 我孩子们读书 那么健康 随土不服 那么我们签证的问题 然后我们平台的问题 那么就被关注 然后语言学不好 那么这么一讲了 就超过三年了 都还没有开始工作 那你们那一边就天天问我说 果效怎么样 所以呢 他们这一边有苦啊 讲不出来 那一边就是传大的信息 就说你在宣教 工厂的宣教是失败的 失败的 你知道这个是杀伤力很大的 很大的 就说宣教的工作 本身是怎么做的 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 祂说你们传福音给万民听 祂并没有说 你要建立多少教会 而且带领多少人信主 才是宣教的 很亮的成功跟失败的标准 他没有这么讲 所以他只说你愿意顺服的话 神自己接过去就开始工作 我们在宣教工厂来讲 有一些宣教工厂 在宣教工厂十年 二十年没有裹下 你说他失败吗 另外一个宣教士来 就建立在他们的根基上面 三年五年前建立一间教会 那么你说第二个宣教士成功吗 其实很多的泥土 地皮都是前面的宣教士预备 冲突各方面 所以你一杀种就收成 所以你说这个成功是在哪里 成功跟失败在哪里 所以你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他就要明白 耶稣基督教导是什么 所以第一教导的一个就是 time frame 就是说你看 我回来日子 去看到这些预兆预兆 当然二十四项后面 还有讲其他的一些的 可以看见的事情 那无论怎么样 就是说你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要警醒 要祷告 现在轮到一个大的问题 是什么呢 你要在自己同胞当中 同文化当中工作 你付上的代价 不是那么 就是极端 不是那么大 那如果你要做跨文化的时候 就非常大了 为什么我们华人教会 很多人愿意做宣教工作 但是不多人愿意做跨文化宣教工作 因为跨文化宣教工作 跟自己去到自己同胞当中工作 是有不一样 我这么讲的时候 我没有讲说那样重要 那样不重要 就是说我们真正 说到耶稣基督说像万民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如果我是中国人 又像日本人 这个很困难 因为跨出去 我是中国人 又像泰国人 这个太困难了 我是中国人 又像印度人 那也是太困难了 意思是说 我们很自然就是选择性上面 我要做宣教师 我要做什么 其实每一样都重要 但是从完成神托付给我们使命的时候 你不做民族的话 你再做他一百年 两百年 五百年 还是有民族没有听到福音 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到这个民族当中 大家明白耶稣基督 心意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说做宣教师的时候 是多困难 所以我们在非洲做宣教师 最困难的其中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带了三个孩子去 六岁多 八岁 十岁 你们家里有六岁多的吗 孙呢 或者是自己的儿女 而且你的孩子们曾经六岁多 有 你知道六岁多有多大吗 我们到宣教公团去的时候 我们的拆会就是说 全家人一定有一起去 你申请的时候 夫妻分开申请 所以我被拆会接纳 师母也要被拆会接纳才可以的 所以我们全家人一定有在一起 你不能够叫爷爷奶来看 那我们到非洲去 那到非洲去 儿女教育的问题 是我们中国人很看重的 对不对 就我们去 我们是愿意牺牲 但是你不大想牺牲孩子们的学业前途 对不对 所以那个很难决定 很难决定 我们本来想说 留在家里自己 就是homeschooling 但是我们那时候 马来西亚政府说 我们不接纳homeschooling 如果你homeschooling 你所读的以后 孩子不能回国 所以以前我们都想 做完宣教师回国和马来西亚 那么第二呢 就是说不然的话 就放在当地学校 那当地学校呢 我们看到的资料就是 当地学校not functioning 就是他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所谓没有办法正常运作呢 就是学校八工八课 八工八课 那么如果一年里面 比如说你需要140天上课 才算那一年是被教育部接纳 你就从学可以考试升班了 但如果他一不到140天呢 那每一年就宣布 今年不算 所以每一年同学就回到同一班 你心里面想 我的孩子如果放在那边三年几 三年后他还在三年几 你说这个怎么能够接纳 所以我就不能接纳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把孩子们 决定送到在首都的 开会学校去 那个两天开路的 开车的距离 没有电话 没有 我们家里面早期都没有电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email 也没有电话 什么都没有 那你是怎么做的呢 所以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 非常困难 我们把孩子放在社会学校的时候 然后就跟孩子们预备基本的东西 然后就陪他们几天 每天一起祷告预备他们的心 又跟爸爸妈讲再见 这个爸爸妈还没有真正离开 他们不觉得 星期五晚上他们上完课 星期五晚上星期六没上课 礼拜天没上课 他们心一放松 然后我们就跟 我跟师母在那边到了 差不多八点多晚上 跟他们一起临修祷告 那么一起讲再见 他们一听说 爸爸妈妈又走了 这个走去哪里 这孩子的想象当中 你把我们放在陌生人的地方 那你去哪里 那三个孩子就不肯了 小女儿一声哭起来 哭到一个地步 做父母亲 怎么能够冷地放下这个孩子 他要哭啊 要吐啊 他只要求一样东西 他说今天晚上 我要跟两个哥哥一起睡 他是最小嘛 女的 两个男的在上面 那么老二呢 就是比较特别一点 他没有什么表达感情的一个人 很稳 要不随便笑 要不随便生气 他就是那种 你很难明白他的心在想什么 那天晚上一擦眼也累 他就转到旁边 就玩那些雷歌什么 那么我们最怕老大 因为我们老大感情丰富 哭哭得很大声 笑笑得很大声 跟所有人做朋友 那一天晚上如果他哭起来 我们大概天塌下来 没办法救了 为什么呢 因为老大都失守了 整个城墙就垮了 那我们怎么离开 就不能离开 你明白了 所以那天晚上 神灵灵 老大就是咬紧牙根 不哭 顶着 哇 我们做父母亲心中 就安慰很多 所以我们就说好 再见了 所以我们就休息 在黑暗当中 就上了一辆车 那么别人开车 我跟师母坐第二排 那么冬天 差不多一百度 所以我们觉得 还需要装下窗口 因为呢 就需要一点冷风进来 那么就那样出去了 那出去的时候 我们车开 这边开到干擎那个地方 哎 车停下来 因为开车的人 看到后面镜子 有人追上来 在昏昏暗暗当中 追上来 他车停下来 原来是我的老大 跑到我坐那边 车的窗口 他手一在门上面 车的门上面一套 就在黑暗当中 看着我们 就问他说有事情吗 他说没 没事情 我说没事情 弟弟妹妹在里面了 你回去 照顾一下 他就手放下来 然后车又再开 就开到车 到墙壁那边 短短的路 又停下来 因为老大又追上来 就把手一扣在窗 车的窗口 看着我们 没有讲话 所以呢 跟他讲说你回去嘛 弟弟妹妹在里面 他又手又放下来 当我们再开一点 车再停下来 他又再追上来的时候 那个手在车门口 一扣的时候 我跟你讲 我跟师母两个人 哭都不敢哭出来 我说天下有 怎么狠心的父母亲 你为了宣教的缘故 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吗 我说天下有 怎么样 我可以受苦 但是不能够让孩子受苦 我心中就想说 做宣教是这么困难吗 当我这样想的时候 跟师母回到宣教工厂的时候 我们好几个月 不敢提孩子 一提就哭 什么人受啊 孩子现在怎么了 他小小六岁多 他很需要父母亲 十岁也很需要父母亲 八岁也很需要父母亲 家里没电话 也没有 没有就是说 什么东西方式都没有 不知道他们好吗 不知道他们想爸爸吗 我们想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敢提孩子 一提就两个人 没办法就哭起来 看着黑人 带着孩子 拉着孩子 我们一转身就回家 不能再看 我跟神讲说 做宣教是这么困难 但是后来 神就让我知道 耶稣基督离开 天上荣华富贵 三位一体的神 从来没有分裂过 唯救爱世人的缘故 耶稣基督决定来到这个世界 他那个跟神之间的 这个不可能分开了 唯救世人的缘故 他愿意分开 三十多年的世界 我说如果耶稣肯这样做的话 我们今天做人了 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怎么做的话 我们孩子还是在可以接触的范围 我们还可以跟他们见面 我们还是短期的 几个月几个月的分开 我们还可以忍受 我就心里面想 神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我今天为神所摆散的 虽然是很难 虽然是很多 但是不过分 为什么 因为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榜面本身 他如果能够畏惧世人的缘故 回应顺负神的缘故 他来到这个世界 你知道耶稣基督 被你丁死之家的时候 最凄惨的话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我听到每次听到那些话的时候 我们心中是非常难过 但是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人世间在宣教工作上 你愿意做到最 就是复杂最大的时候 你那个最大最大都不会超过耶稣基督 为你为我所复杂 为着这个缘故 你跟我有什么理由 跟上帝讲说 我不愿意 你没有理由讲 神这么爱你 神这么爱我的话 有什么理由讲 所以弟兄姐妹们 我现在就在这个时间里面 大家就用半分钟时间 为自己祷告 然后如果你愿意的话 你就在你的座位当中 站起来说 神我愿意 只要你要愿我 你要拆派我 无论是怎么样的愿我 我都愿意把自己 完全摆上顺服你 让你自己来使用 神不一定派你做宣教师 那神肯定对你的生命 有祂的指导 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你就站起来 然后我们就为你们祷告 这个就结束我今天的信息 那么大家先用半个半分钟的时间 为自己祷告 说主啊我愿意吗 然后你愿意的话 你又从你的座位站起来 我为你祷告 我不会再问了 这是最后一句我这么讲 我们一起祷告 大家为自己祷告 天父神的 看到耶稣基督这么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愿意为主做什么 愿意为主做什么 我让你向我们讲 让你摸着我们的心 使我们顺服 我们依靠你 我们当中有人愿意吗 你愿意你站起来 我为你祷告 感谢主 感谢主 有人站起来 感谢主 感谢主 有人站起来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神你爱世人的时候 你不是只是叫我们去做 乃是耶稣基督 亲自地来到这个世界 完成了 神你要 就是 使万人有机会 听到福音 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 与父神 在永恒当中 是后为一体的 既然愿意分开 不与这个神 同等为强度的 愿意甘心的 就是成为人 成为奴仆的样子 如果我们想到 耶稣基督愿意这样做 我们今天回应你的人 能够与耶稣基督 一起来回应 做神 以我们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一批人 是何等蒙福的人 所以求主 大大师恩赐福 已经站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 还有一些 心中有愿意 没有站起来 神你的灵 继续感动 我们相信你 会透过我们 很多愿意顺服你的 来完成你自己 莫大的施工 以致我们将来 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说你是有忠心 有良善的仆人 你的恩典够用 你的赏识是大的 感恩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圣明 阿们 谢谢 优优独的